燕子 怎么了你这 没什么事 石头 咱俩离婚吧 什么 这过得好好的 你说什么傻话 离什么婚呀 好什么好 这种日子 我早就过够了 这 你这这怎么了燕子 是不是今天工作 不太顺心呀 没有 那那你总要给我一个理由 是不是 这好端端的 怎么就提离婚了呀 石头 你自己想想看 自从我嫁给你以后 你让我过了什么日子 这种苦日子 我不想再过了 这 这咱们的日子 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正在努力挣钱呀 燕子 你看 这之前 你不是说 想要一套新房子吗 这房子 你已经美了 你说的倒好听 这我每个月 还得省吃减用的 给你还贷款呢 是 我现在 是挣的有点少 但是我也在努力呀 行了吧 这句话 我听到人都要 都起钱子了 我都会再相信你了 燕子 这现在 我的收入 也正在一点一点的提高呀 这咱们两个 不能离婚呀 你想想看 这咱们自从结婚以来 我有做过 对不起你的事吗 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行啊 你别再说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在外面 喜欢上其他人了 你 你说的 这是真的吗 你觉得 我会拿这种事来骗你吗 行 我现在 都明白了 既然你那么绝情 我也无话可说 这事 强求不得 行 离就离 那行 咱们两个 民政局见 行 燕子 这咱们两个毕竟 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是我亏欠你的 这房子 留给你 我净身出户 咱们两个 好聚好散 我 小梅 你看 咱们公司现在的收益啊 是越来越好了 是啊 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呀 哪里 这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 这我之所以 能有尽心的成就 离不开 你在我身边 默默地付出 哪像我那个前妻啊 对待我 一直是冷言冷语的 石头 都到现在了 你就别再提他了 怎么 和他离婚两年了 你还想着他呢 哪有呀 只是忽然 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 他那个时候 总是嫌弃我不挣钱 看不起我 这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也该放下了 哪有那么容易放下呀 当初他对待我的那副嘴里 我一直都记着呢 行了行了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这过去的事情啊 就让他过去吧 咱们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 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回去找他 让他看看现在 我过得有多幸福 石头 这没这个必要吧 这样不好 我感觉没有什么不好的 这你们已经离婚了 现在也没有必要 回去嘲笑别人啊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小梅 你就听我的吧 这样吧 反正公司明天也没有什么事情 你呢 就跟着我一起回去 那 那行吧 那行 这现在公司也没有什么事了 走 我带你出去逛街去 走 走 来 来 小梅 大八糟 嗯 去 慢点 慢点燕子 来 慢点 你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回来了 这 坐吧 小美 坐吧 燕子 你这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这刚才想要喝水 一不小心摔下来了 喝水啊 我去给你倒水 谢谢 是 燕子 你这是生病了吗 石头 我没事 都这个样子了 还没事 来 喝水 给 谢谢 石头 这我临走之前 能看到你现在过得那么幸福 我真的替你感到高兴 你 你说什么呢 什么要走了 你什么时候病的 这在和你离婚以前 我就生病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难道 你和我离婚 就是因为 你生了重病 是啊 如果当时 我告诉你 我生病了 咱们家 那个时候的家庭条件 该怎么办呀 你说说你 怎么那么傻 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那个时候 你为了让我过上好的生活 一天都打了三四份工 如果我再告诉你 我生病了 那你不得砸锅卖铁 给我看病啊 要是把钱都给我看病了 你以后的生活 该怎么办呀 我不想拖累你 不想看着你 再辛苦下去 我现在 总算是明白了 当初 你对我说了那么狠心的话 完全是为了我好 就是 想让我恨你 是啊 我的病 就是个无底洞 只要不连累你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谢谢你 谢谢你还能回来看我 是 石头 这它是那么严重的病 咱们也不能不管呀 是啊小妹 要 咱们把它送去医院吧 行 燕子 走 我们呀 送你去医院 就算了吧 我的病 我自己清楚 去了医院 也没用了 你呀 别那么悲观 这个病 一定得治 这无论怎么说 之前 你都是为了石头好 要不然 也不愧有我们的今天 小妹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咳咳 之前的事 已经过去了 没有必要再提了 这位 应该是你现在的妻子吧 我看得出来 她是一位好妻子 你们走吧 姐 你怎么能只考虑别人 不考虑自己呢 你还这么年轻 以后的路啊 还很长 是啊燕子 不管怎么说 咱们两个也夫妻一场 虽然咱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但是我也不能看着你这个样子 不管不顾吧 哪怕是朋友 是陌生人 这我们也能帮一把 试一把呀 这钱的事呀 你不用担心 我和石头 我们两个呀 开了一家公司 我们一定会把你的病 给治好的 没有这个必要了 石头 这你走以后 房产证我一直都放在那里 没有动过 还是你的名字 我走以后 房子就还给你 想想当初 为了买这套房子 咱们两个 真没少吃苦 行了燕子 别说了 你放心吧 这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 把你的病给看好的 石头 我们今天啊 就把大姐接走 正好 我医院 有个熟人 到时候 我让她 好好照顾大姐 你们不用再劝我了 这两年前 我没有拖累你 两年以后 我更不会拖累你 行了燕子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这以前我不知道 你生了那么严重的病 现在我知道了 就不会放弃你 虽然 咱们两个已经离婚了 但是在我心里 已经把你当成亲人了 燕子姐 你就听我们的吧 现在 医学这么发达 我们一定会把你的病 给治好的 谢谢 谢谢你们能这样对我 石头 你真的是找了一位好妻子 行了 什么都别说了 咱们呀 现在就走 走